你好,下午的4点45分 今天2020年的4月17号,星期五 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周休二日 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539的会员们 大家午安哦 经过了几期,我们也有公开没有中 那么网路上就开始把骂我了 滚出去,卖名牌的 等等这些言语,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好听 各位,我做网路做了15年了 我登登网路新闻,我们也都是要正面有负面 好了,那么我公开我中了 上上礼拜我中过三星,我中过全车两支 我几乎每一期公开都中 只有这个礼拜公开没中 好了,骂声不断 当然是就是那几个坏蛋了 请问你,我得到你什么好处 你是不是我的会员 你也不是我的会员,你骂我干什么 对不对,你中了也没给我什么好处 你中了有给我吃红吗 是不是 这简直混蛋到极点了吗 玩八蛋乌龟 是不是 你只会骂人,难道我不会骂你吗 对不对,你不必这样 大家是以礼相待 中了是天上掉下的礼物 不中是应该的 是不是 那你不中你就怪我 那个有什么好怪的 你有给我钱吗 是不是 一点风度都没有 你就这种人干脆死掉算了 你还要赌什么坡 你没赌过坡是不是 赶快找个地方跳海,跳山,跳楼,死掉算了 是不是 你们这些恐怖分子 到时候你都知道 讲句实在话 人生就是如此 哪有说我每期赌,我每期赢的 我这个月已经中了七次 中的时候你又给我吃红吗 你在哪里 你在放屁呀 你只会放屁是不是 只会吃饭的拉大便的人 混蛋到极点,你们这些人 告诉你啊 我还是继续公开 爱看就看 不看就拉倒 你也没给我一毛钱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是自由经济,自由社会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不是 你想看就看 你不想看就不看 别人公布不中了 你也在那边骂 有点风度 你这种没有水准人 不要来看我的资讯 我们刊登新闻是可以有 水准的人看 没有水准的就不要看啊 让它是低到极点 没有人 不错 没有人 别人